看到這個禮拜六 第一次總統大選辯論 就要登場了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晚間特別抽空欣賞國片 燃燒吧 歐吉桑 這一部電影呢 是以眷村生活為題材 講述兩代父子的親情故事 是不是想要藉此 多爭取一些眷村票呢 蔡英文說 眷村文化非常獨特 不管是誰都應該多了解 絕對不是選舉考量 一群征戰沙場的退伍老兵 跟沒上過戰場的年輕小伙子 在眷村裡玩起生存遊戲 帶出眷村的文化與特色 這部以台灣眷村為背景的電影 獨特的題材 吸引了一位重量級的貴賓 特立來一保也服 尤其是我在準備 禮拜六要辯論 但是我的幕僚告訴我說 主席你再不來看 你可能就沒機會看了 所以我就把我做功課的時間 播一部分出來看這個電影 那我覺得它有助於我的工作 有助於我的功課 我們其實三位重要的候選人 我們都有邀請 那主席是第一個給我們善意回應的 那我們在這裡也呼籲另外兩位候選人 你們也要趕快來看這部電影 導演說得很無奈 畢竟這星期六 就是第一次的大選辯論 只有蔡英文放下一切 親自來捧場 而且看的還是傳統上 最挺泛藍陣營的眷村故事 難道是為了多爭取 眷村民眾的認同 這個倒也不是選票計算的問題 然後我倒是覺得 眷村的文化其實是一個很難能可貴的文化 大概全世界找不出來 像這樣的眷村的文化 對臺灣來講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資產 來看電影不是選舉考量 蔡英文用行動力挺國片 也要知己知彼 多了解眷村文化的特別之處 民視新聞 蔡英文碼燈舟 要不知 好沒看到